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麻州国民警卫队获准执行另外两项与新冠有关的任务 FBI针对仇恨犯罪低报告问题引发广告活动 FDA批准第一支电子烟 称其对吸烟者有益 美国将向全国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开放墨加边境 麻州被评为美国第三大节能州 麻州警卫队再次被要求帮助该州的新冠相关任务 州长查理贝克已经发布命令启动多达450名警卫队成员 以支持K212学校的新冠测试 以及多达250名警卫队成员 以抵消承教署潜在人员短缺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州监狱的这些人员配置挑战 是在为承教署继续为可能不遵守第595号行政命令 而减少承教署人员配置水平做准则 该命令要求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在10月17号前 证明已接种新冠疫苗 据州长办公室的声明 警卫人员将承担不涉及与囚犯直接接触的外部职能 州长办公室说 除了警卫队之外 州政府还准备为监狱管理局的设施设备退休的承教人员 由于影响全国各州的司机短缺 国民警卫队已被激活 用于驾驶校车 至于在学校的任务 州长办公室超过2200所学校 已经报名参加了三种类型的测试中的至少一种 200名警卫队成员将被激活 以扩大对学校的测试支持 警卫队成员将于本周开始训练 并于10月18号星期一开始在选定的学校进行新冠测试 近年来 全国范围内的仇恨犯罪激增 但联邦调查局表示 他们仍然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没有充分报告 现在他们正试图扭转这一趋势 这对麻州的许多社区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根据联邦法律 仇恨犯罪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 其动机是对种族 族裔 宗教 民族 残疾 性取向 性别认同的偏见 负责波士顿联邦调查局的助理特工 马修 贾科比说 在过去五年中 联邦调查局看到全国范围内报告的仇恨犯罪增加了25% 但在麻州这一数字保持了相对水平 去年有310起仇恨犯罪报告 联邦调查局认为 仇恨犯罪没有得到充分报告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对执法部门的恐惧和不信任 害怕犯罪者的报复 以及害怕被驱逐出境 联邦调查局说 他们正在与州和地方警察局合作 帮助他们调查仇恨犯罪 并将和增加与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会议 以增加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周二首次批准了一种电子香烟 称RJ雷诺兹公司的电子烟设备 可以帮助吸烟者减少使用传统香烟 电子烟在美国已经销售了十多年 政府的监督和研究很少 面对法庭的最后期限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直对电子香烟产品进行全面审查 以确定哪些产品应该被允许留在市场上 该机构在9月说 它已经拒绝了超过100万只电子烟和相关产品的申请 主要原因是它对未成年青少年的潜在吸引力 但监管机构推迟了对大多数主要电子香烟公司的决定 包括市场领导者 该公司仍在等待批准 电子烟于2007年左右首次在美国出现 承诺为吸烟者提供比吸食传统香烟更少的危害 但对于电子烟是否有助于吸烟者戒烟 几乎没有严格的研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始审查电子烟产品及其主张的努力 一再被行业游说和政治利益的竞争所拖累 美国将在下个月对非必要的旅行重新开放其陆地边界 结束因新冠大流行病导致的长达19个月的冻结 美国正在采取行动要求所有国际游客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将于周三宣布的新规定将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公民 从11月初开始进入美国 无论旅行的原因是什么 届时将对进入美国的航空旅行启动类似的放宽限制 到1月中旬 即使是寻求进入美国的必要旅行者 如卡车司机也需要完全接种疫苗 几个月来 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向美国施加压力 要求放宽对旅行的限制 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 这些限制使家庭分离 休闲旅行受到限制 最新的举措是在上个月 宣布美国将结束基于国家的航空旅行禁令 转而要求乘坐飞机入境的外国公民接种疫苗 这些官员说 这两项政策将在11月初生效 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一个特定的日期 根据CDC的说法 美国将接受那些已经完全接种了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 紧急使用的任何疫苗的旅行者 而不仅仅是那些在美国使用的疫苗 这意味着 在加拿大广泛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将被接受 官员们说 CDC仍在努力正式确定接纳 那些接受两种不同疫苗剂量的人的程序 对外国公民的疫苗接种要求 是在白宫提出全面疫苗接种或测试要求时提出的 这些要求影响到美国多达1亿人 目的是鼓励拒不接种的人进行接种 墨西哥还没有为旅行者制定任何的入境程序 加拿大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入境 并提供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 以及在入境72小时前进行的新冠阴性测试证明 在一项新的Valley Hub研究中 马州被评为全美第三大能源效率州 该网站说能源是昂贵的 事实上它是美国消费者最大的家庭开支之一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在公用事业上花费至少2000美元 仅加热和冷却空间就占去了一半以上的费用 为了分享关于减少使用能源的影响的信息 Valley Hub测试了美国48个州的汽车和家庭能源消耗的效率 由于数据限制 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在这些因素中 马州在家庭能源效率方面排名第九 在汽车燃料效率方面排名第三 在运输效率方面排名第十 其他最节能的州还有犹他州 纽约州 明尼苏达州和罗德岛州 另一方面 能源效率最低的州是 路易斯安纳州 田纳西州 阿拉巴马州 西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